我們GC Global 環衣損盤 上市公司附屬機構 轉型大灣區的物業專家 為你提供專業信心的雙重報徵 我們的頻道還有最新最快的市場和損盤資訊 還有最貼的影片和最熱心的服務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現在立刻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便會錯過以上精彩的內容 總之選擇GC一定爆來猛鍵 GC Global 環衣損盤 進化電修至船關區物業代表大賽 得主力擊敗 GC Global 環衣損盤 GD 螢肉行動 Laurel 環衣損盤 GC Web 查一些第一次 Hello! 柯衣損盤 今天和阿楓開倉 29度 八joint快幕開倉 可是價錢沒有出 沒錯,我們準備起購明天下次認購 明天才能公布價格 應該是金蚊 金蚊 金蚊我們也有價格在評論區會出現 現在我們先看影片 而且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其實在30和31棟上了一層 沒錯 是以前我們推過的26、27棟的區 沒錯 27、28天同一個空中花園 同一個空中花園 沒錯 然後這邊旁邊就看到了 這裡有貝民服務站 未來買東西或者拿東西都會更方便 沒錯就是這裡 這個大門口也很宏偉的感覺 這個大堂位置 旁邊沒有遮擋 所以特別感覺大堂會更舒適 到時候這裡全部都會作為一個花園 OK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 OK 平方 我們現在上去33樓 沒錯 這一棟是3梯8戶 3梯8戶 其實我們這一棟 這一棟地質是高過我們後面的30樓 其實一看到 我們33層已經到了樓頂 直接看到真的對面樓頂 沒錯 我們現在屬於鳳凰層 沒錯 我們現在去看看我們第一套單位 好 這套單位是107方 106方 對 那是不是景最美的一個單位 沒錯 而且這個是大洋桌 我們經過會有一條走廊 這條走廊是很開闊 是通風透氣性很高 OK 我們這一套就是我們3306 107方 不過這個門有一點直衝 嗯 對 但我們這邊不是對著房門 是轉角 沒錯 出發 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多大 107方 剛才我們也看過 最重要是我們先看看景色 因為這個景色 我也覺得很震撼 如果是一進去 其實一進去開門 就會看到一個無敵海景 對 其實這個景色可以看到 我們一旗、三旗、二旗都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一旗、二旗 不是一旗、三旗 二旗就在後面 對 對 在這邊 其實看到了 還有我們下面 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山幽 嗯 所以其實在 剛才我們也有同事說到 就是 上到來第一視覺就是 我們不會 站在33樓會覺得很高 因為我們有一個山幽 在我們這裡做了一個鋪電 所以變了我們感覺自己不會特別高 但是看到海景也很清晰 是比較舒服的 看出去 對 今天天氣算不錯 對 今天天氣真的不錯 對 我們不要只看景色 先看完環台 屏風你記在那裡 OK 這個陽台是非常長的 又長又闊 沒錯 屏風你身體是手探嗎 闊度是2米6 2米6 嘩 1.5個人 這個陽台的面積 差不多到20多方 那長度呢 長度是接近7米 接近7米 對 所以這個陽台 在這個視野已經看到 很開闊 這個陽台真的很大 這個陽台 我們剛才一講 就先講一下景色 因為這個景色 是一個很漂亮的景色 OK 我們看看我們的廚房 好 這個廚房到時候交標 是一個U型的廚房 桌面全部都是交標 我們可以看到對面的山景 非常漂亮 這個廚房很漂亮 是的 而且通光度也很高 是的 我們出來這裡就是一個飯廳 可以放一張長形的餐桌 可以的 我們進入房子看看 這個是三房 兩廳一位 到時候這裡就是洗手間 衛生單 我們講講佈局 到時候這邊 裡面就是一個洗澡房 到時候做了一個軍身分離 OK 這裡就是一個馬桶位 到時候這裡有一個燙門 嗯 這裡有一個洗手盆 這個洗手盆 就是全部都是分開的 好 三區是分開的 這一間就是我們 第二間房 這間房 都是望返我們 三旗或一旗的那邊 都可以看到二旗 最重要是看到我們的海景 是的 其實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看到那個景色 沒錯 可以看到很遠很漂亮 我們這一間房 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飄窗 是做了一個L-ring的飄窗 非常漂亮 非常舒服 如果下午坐在這裡 看看書 晚上坐在這裡 看著海 喝灰鳳酒 非常舒服 這個小房很漂亮 沒錯 就是剛才那間房 我覺得已經有景 想不到這間房 平方你站在那裡 嗯 這個位置 就應該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觀 是的 可以看到山景 這邊是看到山景的 我們前面這裡是望海景的 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這個L-ring的 真的是 採光度也好 沒錯 還有我們東南西北 要跟觀眾說說 我們看著海這裡 就是正南 是的 這裡是西南 西南 這邊是西南 對 向著我們一旗和三旗那邊 就是水西面 所以偏少少西南 沒錯 看著海就是正南 是的 我們旁邊這一間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是的 是的 主人房 我們先看看 主人房這裡有個衣櫃 這裡有個位置 是做一個衣櫃的 是的 這個主人房 它是直通洋桌 好 直通洋桌 是這裡的 所以它出類洋桌 到時候如果我們觀眾朋友 不喜歡 不喜歡跟客廳共同的洋桌 到時候這裡可以做一個隔斷 是 隔斷到我們主人房的專屬洋桌 OK 還可以做多一件事 我們可以做一個封窗 對 對 封窗 做完封窗 我們就變成廳和房間大了 沒錯 我們這個位置可以從這裡 本身這個位置是一個 平方地站在推拉門那裡 推拉門 對 對 這個位置是推拉門 我們把推拉門拆掉 然後把槍封到外面 對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 L型的一個 觀景 觀景的一個窗台 沒錯 很開闊 然後呢 旁邊這裏就隔開它 對 這個位置隔開它 嗯 我們的廳也會在模型中變大了 對 可以做出來了 可以直接在 多了2.6米 對 多了2.6米 整個廳多了2.6米 那我走到最後面這裡看看 平方你不要動 對了 我會變成去到我們的門口 出入口 這個位置 門口這個位置 一進來的話 整個廳變成大了 大了 如果是按照 這個開間多了 我當然是3.5米 3.5 乘2.6米 對 多了10個房間 對 沒錯 這個就是 33樓 沒錯 零幾 0.6 107房 107房 3房 1 OK 好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站 這邊是向東向的 這個是一個0.8戶型的 75房 358 先看看 我們在酒廊這裡過來 沒錯 有一個很通風的酒廊 我們進去看看這個單位 這個多大 75房 75房 兩房 兩廳一圍 這裡是一個名廚 其實這個廚房的採光是非常漂亮的 現在都是下午3點鐘 所以採光是非常舒服 剛才乾到台機都爆了 沒錯 沒錯 現在就先縮進去 對 這個廚房也一樣 這裡是一個U型的廚房 走出來這裡也是一個飯廳 也可以放一張長條形的飯桌 外面是一個客廳 但這個陽台比較小 沒錯 這是一個東南朝向 其實這個陽台不小 不過我們看慣剛才大陽台 所以感覺很小 這個寬多寬 寬闊 寬度都是兩米六 這個塔是東南朝向 可以向我們海灣大橋 是的 景觀的美穿 都可以先看山 又看海 還有外面 看對面六旗的別駛 《 hijos Rabbit》 海景 這裡下面還是我們的五旗 最遠一點是六旗 其实这里还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泳池 对啊,还有一个泳池 对啊,还有一个泳池 如果相信风水的朋友 有静水,有冻水更加好 我们先去看房子 这个是两房的设计 这里有一个小房 这个小房就是全东面 也可以看到少少海 我们先看看下面是什么 30和31栋 然后看側面就是我们的海景 对啊 接着还可以看到远处的 鸭正东部和其他泳池 对啊,OK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房子之前 看一看卫生间 卫生间有点小 本来这个户型是75方 到时候这里就是一个洗澡房 对啊 这边是望山景 这个是北面 这个是东面 东面 平方 我们刚刚才 今天真的看这个格局有点特别 看完107 看75 最后才看80 这个方数 什么原因呢 因为80 它是一层里面有4户 是80 户数最多 对啊 没错 所以我们保留了最后才介绍 那我们不如先说一下分布 因为开场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到分布 但我们电梯间就在这个位置 中间位置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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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3和04 80 然后出来的电梯 电梯间左边是01 02 和08 01 02 和08 没错 那我们01是多大的? 01是107方 就是最端头的位置 那就是01 然后第二个户就是02 03 04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看的就是05 没错 然后再过来的06 就是107 没错 07 07 08 就是75 那我们继续 那这一套就是我们一个80方 它是3305 那这个我们之前在27和16 都买得比较火爆 就是这个户型的 那这个是一个名柱 到时候我们交票是一个U型的厨房 U型厨房很容易 没错 这个名柱就是天井位 对啊 其实我们对面就是我们的04 对啊 04的厨房 全部出来的这里 这个格局和75方是有点似的 都是出来到饭厅 到我们客厅 这个户型是一个两房 两厅一位 我们先看房 我们先看这个景 先看景 刚才 因为这一栋29栋 真的说真的 是户户靓景 可以叫做 对啊 这个阳台 非常大的 对啊 这个阳台的寬度也是2米6 2米6的寬度 对啊 没错 对啊 其实看着是同一个景 对啊 没错 没有107那样长 没错 但广度是一样的 广度是一样 对啊 先看房间 它是一个两房设计 它这一间房 它就是小房来的 它唯一不太好一点就是对着走廊 可能私密性就不太好 对啊 对啊 到时候可以用这间房 窗帘外出的时间会更多 对啊 这间房可能就比较少用了 对啊 比较少用 这里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也是对着天井位 对啊 对啊 其实说真的 80方这个 我就没有75和107的喜欢度高 这个主要是买一个大阳台 对啊 因为75它是比较小的 对啊 景观就没有这么舒适的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主人房走出去的视角 对啊 它都是和06望出去的景观 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阳台有多大 对啊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可以封窗 可以封窗的 没错 我们看到屏风这么远 伸开的手也是 哎 啊 1.5个屏风 这个阳台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阳台 因为它间房是两房 而且是大阳台 也是可以封窗之后 在屏风前面这个位置 就前一点 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开个墙 对啊 那就变成了我们的房间也能延伸出来 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房 对啊 没错 那这个就是80坊 对啊 80坊 我们再看一次的景观 那这个是西南朝向的 西南朝向的 对啊 价格呢 都是要看我们的 马甲的评论区 这样就会出现价格 对啊 对啊 那屏风 我们就看了三个不同的格局 对啊 没错 一共有八户的 分别的朝向和单位的排列 和大家再讲一次吧 OK 那我们是三梯八户 是 总共有三个户型 第一个75方就是07 和08 其中08是东南朝向的 07就是朝西北的 对啊 还有一个107方就是01 01和06 都是朝西南朝向的 OK 这是三房来的 02到05都是八十方 两房来的 都是朝西南朝向 对啊 那都是海景 基本上可以看到的 对啊 全都可以看到的 其实更加 我更加喜欢 我反而喜欢那75 小小的 而且也可以 特别是08 看着海景的单位 我觉得真的不错 对啊 接着如果是选107的话 就比较推荐的 就是06单位 06 对啊 海景会更加美 就是我们刚才的视频里面 对啊 还可以看到三拳和二拳 那边的山景都看得非常美 那这次呢 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做直态呢 如果是总价是超过六十万左右 就可以在香港做直态 超过六十万就可以了 没错 OK 那我们就 大家再提多一次吧 那价格呢 就会晚一点 在留言区公布 那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 可以随时给电话我 那电话就在我们的右上角 那接着来我们下期呢 看看有什么最新消息 和这里开仓什么价的 我们会再回来拍一次的 那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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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区那么大 不知道怎么选择 那么多楼本花多眼暖 自主投资 哪里好些 有什么陷阱 有什么中复位 想知多点 试多点 可以随时上我们公司 找我们最主要的团队谈谈 我们在港九新界 深圳和江门都有分点 可以说总有一间在左近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 环宇讯盘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 Site 以及WeChat微信公众号 那么我们最新的市场消息 热买的讯盘 或者折扣优惠 就有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 还有千万不要坐过 我们环宇讯盘全港首创的 360全景上帝之一 投资前看真点 性算是延高一点 我们GC高部环宇讯盘 食落全城的港人服务 一条龙跟进到收留 总之 选择知识 包你amki